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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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追击 赢了则有火焰 输了赢是没有火焰 具体的赛制以及火焰分析 我们下一篇重点阐述 张志玲部落 张志玲张云龙 凡是其演唱歌曲《理想》 是民谣歌手赵磊的歌曲 这一组选择追击陈小春组 最终赢到火焰之一共四 陈小春部落 陈小春 人科 杜德伟 李承轩四个人演唱歌曲《寒鸭少年》 这首歌曲都不陌生 是华晨宇的歌曲 他在很多节目也都演唱过这首歌曲 很有自己的风格 但是这首歌曲很少被翻唱 毕竟华晨宇的歌曲是有难度的 很期待看到这四位哥哥的翻唱改编 他们部落选择追击张志玲部落 输了 最终火焰是二 吴克群部落 吴克群和马迪两个人 演唱歌曲好久不见 这首歌曲应该是上半场比赛里 观众最熟悉的一首歌曲了 会很感人 不过吴克群只派出了两位哥哥演唱 有点怕撑不住场 毕竟是需要观众投票的 两个的人气肯定没有其他部落 三到四个人人气高 选择追击张志玲部落 输了 最终火焰是二 张振月部落 张振月 潘伟博 郑军 王大陆四位哥哥 演唱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歌曲是迪克牛仔的 也算是经典曲目了 很适合这几位搞音乐的哥哥演唱 选择追击张志玲部落 赢了 最终火焰是一 最后苏友鹏部落 苏友鹏 周伯豪 林峰 金汉 蔡衡 一共上场五位哥哥 演唱歌曲周杰伦的半寿人 选择追击张振月部落 赢了 最终火焰是三 从这里可以再次看出 苏友鹏聪明有谋略的大脑 歌曲选择乐坛天花版周杰伦的歌曲 这也是苏友鹏二度翻场周杰伦啊 而别的部落都追击张志玲 只有苏友鹏部落选择追击张振月 也显出不凡的谋略 具体原因下一篇文章解析 上半场最终火焰最多的是张志玲部落四 张振月部落的火焰最少一 下半场是加分赛 只有吴克群部落是独自出战的 苏友鹏和张振月部落合作 张志玲部落和陈小春部落合作 三个舞台选择一个投票 吴克群部落 人贤奇 吴建豪 杨长青演唱歌曲空空 歌曲是成立的 算是小众音乐 却又被很多歌手翻唱的小众音乐 所以吴克群把宝都压在了加分赛里 苏友鹏部落和张振月部落 信 曾比特演唱歌曲 红尘来去一场梦 这首歌曲原唱是乌起贤 一首老歌 从选歌上加着两位哥哥的人气来看 这个舞台的分数应该是三个演出的最后一名 张志玲部落和陈小春部落 Mike 刘凯薇 吴卓熹演唱歌曲一起摇摆 歌曲是经常出专辑的歌手汪峰的代表作之一 下半场人贤奇这个部落还是吃亏 虽然吴克群把主力队员留在了加分赛中 但是这次是三个舞台选一个进行投票 显然是要三个节目播出完之后投票 所以第一个出场最吃亏 之前不是这样的赛制的时候 人贤奇部落最后出场 很多观众离场导致部分票数丢失 这次终于在前面出场了 赛制是三秀一头 人贤奇每次都赶不上一个好赛制 并且这次部落是孤军作战 第一场只有两位哥哥上场 整体人气看来这次应该不会是最后一名 但也不会进入前两名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i know y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